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 2022年2月7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 每日邮报 最近有一则关于 美国从本月2号开始 将不再通报 新冠死亡人数的消息 在网上热传 引发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人非常好奇 说既然已经不再通报死亡人数了 那么为什么 每天依然还能看到 美国还有2000多人死亡呢 好,那么抱着这个疑问 我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消息来自 美国的联邦卫生部 但是很多人似乎都误读了 卫生部的公告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美国卫生部不再要求 医院向联邦政府 报告新冠死亡人数 但CDC 美国疾控中心将继续 从死亡证明中收集和报告相关数据 这项政策的变化 从2月2号开始生效 好,那么不知道 大家是不是已经搞清楚了 现在这个消息 说的是 美国的联邦卫生部 不再要求全美的医院系统 向卫生部继续报告死亡人数 但是CDC则会继续收集和通报死亡数据 好,那么这里面大家有一个误会 认为我们每天得到的新冠死亡数据 是来自卫生部的数据 但实际上并不是 卫生部要求医院报告死亡人数 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掌握 全国医疗系统的运行状况 以便更好的安排和分配医疗资源 从疫情爆发后不久 卫生部就对全国的各大医院 做出了上报数据的要求 但是呢 在疫情持续两年之后 经各方反馈 卫生部认为 这个数字现在对各项工作 已经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了 所以医院也就不用每天 向卫生部报告死亡数据了 于是在1月6号 卫生部就给医院系统发了一个通知 说从2月2号开始 就不用再上报新冠死亡人数了 然而这个通知出来之后 有些人就误读为 美国政府从2号开始 就不再通报新冠死亡数据了 好,所以说呢 大家听到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直到今天为止 美国疾控中心 每天依然还在通报死亡人数 我们从谷歌查询的数据可见 根据今天的数据显示 过去7天的全美新冠死亡人数 依然还保持在2576人的高位 对此 美国医院协会副主席 南希·弗斯特声称 联邦疾控中心的报告 实际上比医院的数据更全面 因为它包含了 发生在医院之外的死亡数据 它对媒体表示 虽然大多数的新冠死者 都在医院去世 但有些人可能会在家中 疗养院或其他地方病亡 它说 我们认为CDC选择了 最准确的数据来源 好,那么通过我们的查证 可以证实 网上流传的这个说法 美国不再通报新冠死亡数据 是一个误传的信息 请大家不必当真 我们的频道 未来也会继续通报 每天的疫情数据 除了周末数据不全之外 平时的情况 我们都会在节目的末尾 播报相关的数据 请大家继续关注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美国疫情的下降趋势 据媒体报道 全美大部分的州 6号报告的新增病例 和住院人数均有所减少 但死亡人数因统计滞后 仍在增加 根据谷歌的疫情数据显示 6号全美报告的过去7天 平均日增病例是298,641例 死亡人数是2576人 截至4号上周末为止 全美已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数 是2亿1200多万 占比达64.3% 截至2月3号过去7天 全美的新冠注业人数 是12万2780人 ICU重症病人有23217人 据纽约时报的追踪数据显示 过去两周 全美37个州 加上华盛顿特区 波多黎各 及美署维珍群岛均报告 新增病例减少了50%多 其中纽约和威斯康星州的减幅最大 分别是75%和79% 纽约州5号报告的新增病例 为7246州 相比一个月前 每天9万多例的高峰期 已有大幅回落 另外在最早出现 奥美克隆疫情的大城市中 新增病例的下降幅度 也普遍较大 其中克里夫兰的新增病例 已从圣诞节期间的 每天3000多例 大幅减至300例以下 另外首都华盛顿 也从1月初的每天2000多例 减至约260例 另外全美新冠注业人数 也在持续减少 据CDC的数据显示 过去7天的日均住院人数 从1月26号到2月1号那一周 比前一周减少了18% 在新冠疫情期间 全美的大学生人数 减少了近100万 另外加上员工短缺 通胀推高能源 食品等物资成本 各大院校普遍感到 财务压力沉重 因此需提高学费 来转嫁成本 对此部分高校已宣布 明年将会上调学费 同时餐食和住宿的价格 也将一并提高 据NBC报道 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分管财务的高级副校长 朱威尔表示 学校正在面对 前所未有的通胀压力 因劳动市场竞争激烈 校方正在为明年该提高 多少学费而犯愁 另外 弗吉尼亚大学宣布 为了应对通胀和教工的薪资上涨 明年本科生的学费 将提高4.7% 后年将再涨3.7% 学生的食宿费用 也将上涨约4% 另外 德州基督教大学 也已确定 明年的学费将提高4.5% 以疏解运行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 另外 其他涨价的高校 还有 宾州的拉斐特学院 明年的学费将上涨4% 芝加哥的洛约拉大学 学费将上涨近4% 北卡大学威尔顿分校 将对外州学生提高学费的3% 住宿费上涨3.5% 餐食费上涨5.1% 北德州大学 明年的餐食费将上涨3% 住宿费上涨2% 华盛顿州立大学将提高学费2.5% 伊利诺伊大学对州内新生的学费 涨幅将控制在2%以内 但住宿费将上涨2% 而对外州的新生上涨学费2.5% 另外 还有部分大学 今年就已经采取了涨价措施 其中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本学期已将餐食费上调了9% 以弥补食堂工人的涨性支出 另外 为了疏解大学的压力 纽约州 克罗拉多州 肯塔基州 密苏里州等州的州长都呼吁联邦 应增加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拨款 据各州高等教育行政人员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全美高等教育界的经费 已整体上涨了6.5% 已成为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大赞幅 当然 也有一些大学 因受惠于政府的资助而承诺 不涨学费 其中包括南卡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 另外 普渡大学 内布拉斯加大学 佛门特大学也表示明年不会涨学费 据悉 这些学校都将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平衡支出成本 目前 纽约州正在筹划新建三座赌场 以此来提振纽约的经济 在选址方面 曼哈顿的时代广场 皇后区的花旗球场 以及曼哈顿的哈德逊广场 这三大地标 已成为可能的选址目标 之前 纽约州曾颁布禁令 在2023年之前 禁止在州内新建赌场 但现任州长霍楚 可能将会在今年废除这道禁令 允许下州地区 新建三座赌场 据政治网站Politico报道 地产商和全球各大赌场业者 正积极地在纽约市及周边地区选址 试图获得这个极具吸引力 但又尚未开发的赌业市场 据报 大纽约地区拥有近2000万人口 同时每年还有大量游客前来 但几十年来 纽约人若想赌上一把 只能前往大西洋城或康州的精神赌场 据报 目前已有九大赌场巨头 积极参与竞标 推出超大规模的赌场 酒店和娱乐场所 对此 罗德岛州的博彩巨头百利公司主席 从小在纽约皇后区长大的吉姆表示 新赌场的建立将有助于纽约市恢复 因疫情而受到严重损伤的经济 他说 我认为我们能够恢复纽约市的经济 博彩业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恢复经济的重要动力 另外 除了百利公司之外 由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拥有的云顶世界 由米高梅集团控制的黄都娱乐大赌场 等多家博彩巨头 都已在去年12月份 向纽约州博彩委员会 提出了新赌场建设妨碍的申请 都试图在纽约市 新建像拉斯维加斯那样的超大赌场 其中 Hardrock International 应时国际在时代广场的酒店 也将在今年4月份开业 该公司可能也有兴趣 在纽约最繁华的街区 时代广场或其他地区 新建赌场 但到目前为止 该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同时 作为全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私人地产项目 哈德逊广场 也有可能成为新赌场的选址 据报道指出 虽然曼哈顿可能将会成为 博彩业者的首选地区 但此举可能会引来更为严格的监管 以及社区的反对 对此 该选区的州参议员霍伊曼表示 赌场临近时代广场 将对周边社区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我强烈反对 在此新建赌场 因此 一些博彩业者也开始物色 曼哈顿之外的地区 以寻找方便停车 阻力更小的地区 据报 金沙集团正计划 在皇后区的花旗球场周围开设赌场 据报道指出 新赌场能否成行 关键要看4月1号截止的 州府新财年预算谈判的情况 如果新赌场的新建方案一旦获准 纽约州的博彩委员会 将会启动竞标程序 并组建工作组 预计如果新赌场开始建设 至少需要三年之后才能开张 日前 加拿大首都沃塔华 由数千人参加的 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示威游行 已进入第十天 沃泰华市长表示 因抗议民众的人数 比警方的人数还多 使市区部分地区陷入瘫痪 他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另外 抗议队伍已从沃泰华 蔓延到了金融中心 多人多等多个城市 据路透社报道 被称为自由车队的抗争行动 最初是因为不满当局 要求来往于美加两国边界的卡车司机 必须接种疫苗而引发 最终演变成反对公共卫生措施 和总理特鲁多政府的集会 沃泰华市长华森表示 根据当下的情况显示 当前的示威活动 对居民安全和维护治安 构成了严重的危险和威胁 以凸显出其他辖区和政府各级单位 有必要获得支援 之前华森还表示 当前的情况完全失控 因为抗议民众的人数远超警察数量 据当地警方称 5号沃泰华约有5000人示威 据报道称 抗争的势头已蔓延至加拿大的多个地区 5号在多人多也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市中心 好几辆货车停在马路中间抗议 在魁北克数百民众发动了汽车慢行示威 在曼尼托巴省4号 有人开着小货车冲向人群 导致私人受伤 在连日来的抗议行动中 沃泰华的正常经济和民生活动激进瘫痪 受到抗议队伍的干扰 已导致众多企业关闭 疫苗接种站停运 并造成主要交通干道堵塞 对此当地居民非常生气 指责警察执法不利 对此一名加拿大政府的高层官员指称 抗议车队轻而易举的就封锁了国会周边 看来警方执法不利 这简直就是国耻 对此加拿大警方则表示 目前已控告4人触犯仇恨罪 并会同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公众人物 遭到威胁的事件 同时警方还宣布 严禁民众为堵路的卡车提供燃油桶 帮助他们加油 否则可能将遭到逮捕 对于本次示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拒绝接触示威者 更坚持政府不会妥协 并声称疫苗政策绝不会改变 日前冬季风暴侵袭了美国南部和东部的多个州 目前寒潮虽已离去 但不少地区停电积雪问题仍未解决 其中纽约的上周共有1.9万户停电 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也是本次风暴的重灾区 大约还有9万用户 可能要等到10号才能全面恢复供电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田纳西州的公共事业公司6号表示 截至当天下午仍有7.94万户停电 该数字比3号风暴来袭时的25万户已经大幅减少 公司期望在7号深夜之前能够完成大部分的抢修 但全面完成抢修任务可能还要等到10号 据该公司总裁表示 公司管理层已向其他能源公司戒掉了数百人 出动了共约1000名工人参与抢修 据国家气象局消息显示 当地6号的天气已有所改善 气温约在华氏40多度 并且天气晴朗 另外在纽约州中央哈德逊电力公司表示 截至6号 中内北部的阿尔斯特郡仍有1.9万户停电 公司派出了近900名工人进行抢修 此外 本次的冬季风暴也对交通造成了很大干扰 除了有大量航班被取消外 结冰的路面也造成了多起交通意外 据马省警方报告 从3号下午到4号中午 该州至少发生了200起车祸 其中2起已造成5人死亡 好 那么根据报道以及我们自身的体验 感觉借过寒潮应该已经是逐渐离去了 前两天我们休斯顿也是非常冷 最低温度达到了摄氏零下三四度 前两天最高温度好像也只有四五度 今天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回升 最高温度也已经达到了17度左右 摄氏17度 本周未来的几天 最高温度可能会回升到22度左右 而且这一周的天气都以晴天为主 前两天我一直在担心水管会不会被冻裂 这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今年最冷的寒潮应该已经过去了 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再降温 现在的天气也不好说 那么今天的疫情数据 因为前两天周末还没有得到及时的跟上 很多周的数据都是缺失的 所以我们明天再继续观察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